好来看到金明前戏发生了缺蛋缺鸡的情况之下 让部落所养殖的土鸡蛋更是其货可知 而目前在养殖饲料的成本增加之下 也造成了西部养殖户饲养量是减少 季犯表示金明过后熟成的鸡恐怕会发生断货的情况 因为放山养殖的土鸡以及鸡蛋 在西部农氏养殖的业者减少饲养量之后 也造成目前肉饭对肉鸡的供应表示忧心 担心熟成的鸡无法如期供应给消费者 一斤一米一斤才一包才四百多块 现在一包一米九百块 一包喔 涨一倍耶 你看鸡肉哪里有办法涨一倍 所以你们也没有鸡了小鸡了 快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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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会接不上 接不上喔 对产地叶子也指出 由于花莲的放山土鸡 饲养数量有限 不管是肉鸡的供应或是土鸡蛋的供给 在饲养环境有限的情况之下 花莲的土鸡与鸡蛋 都无法在时间之内达到一定的饲养量 在之前因为疫情的关系 下上南部的两机场的侵流感发生 那小鸡也订不到 所以兴趣就降低了 后来就停了大概有两年时间没有施养 想说鸡场既然已经盖了 不要荒废就让它再继续养 那时候就想到说饲养那个蛋鸡看看 所以才少量的定了两百只小鸡 在偏野地区饲养放山鸡 在饲养环境的土地不易取得的情况之下 投入养殖的人力有限 也局限了部落的产业发展 要如何提升偏野地区的农牧养殖业 也是部落业者最期盼的 希望农政单位能够给予大力的协助 部落的饲养的一个条件 一定是要有一个符合饲养的一个土地 比如说是农牧用地 它有可能大量的饲养 那因为爱法令规定 所以部落的族人在饲养上都是小量 还有另外因为经济上的问题 也没有办法大量的饲养 我们都希望政府部门能够来协助我们 有意愿的部落族人来参与这一块 因为有许多的年轻人也在问我 他们想养鸡或者养鸭 不晓得要怎么着手 所以希望工部门能够多到部落来 了解我们当地的困难困境 然后协助我们来解决 记者林杰 凤林郑采访报道